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给孩子转学 张博之来到了上海国际学校 找到了两个老师的孩子 两个孩子的老师 在和老师沟通时 他曾谈到自己对两个儿子的教育问题 在两个孩子的教育问题上 张博之一直主观开放式教育 从不限制孩子们的自由 也从不顾问孩子的学习成绩 在其他孩子为各种补习班发愁时 谢震轩与谢震男从未去过 虽然两个孩子并没感受过学习上的紧迫 但是当叛逆期来临时 母子三人的关系确实有些紧张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张博之的事业很是繁忙 虽然极尽可能的不缺席孩子们的成长时光 但总会有过于繁忙的时候 他希望帮孩子们解决他们的事情 能够听到两个儿子的内心想法 而不是主动的去安排他们的生活 但身处叛逆期的谢震轩和谢震男总有自己的想法 并且学习成绩不禁完美 尤其是大儿子谢震轩比较沉迷游戏 目前在学校还有心仪的女生 看着逐渐长大的孩子们 张博之也不知如何开口 尤其是转学问题 怕孩子们不愿意转学 于是他想了又想 终于打通了谢震轩的电话 在电话不通之后 正在玩游戏的谢震轩语气有些不耐烦 但是张博之却还是温声细语地告诉他 在一所上海学校 不管是环境还是学习氛围都很优越 在一阵寒暄之后 张博之侧面告诉了他转学的事情 问他要不要到学校去看一看 没想到谢震轩却一口否决 不 然后有些不耐烦地挂断了电话 紧接着 张博之又给二儿子谢震男拨通了电话 虽然谢震男语气要比哥哥温柔了一些 与张博之玩笑了一会儿 很是调皮 可爱 但是一听到转学之后 他又忙着拒绝 反应很激烈 紧接着就挂断了妈妈的电话 直到在与好友邓翠文聊天时 张博之才直面这个问题 在两人聚会时 邓翠文曾问他 你有没有想过 等孩子们长大后不再需要你 而张博之有些伤感地回答道 我会害怕 会失落 会很不开心 很想要跟他们在一起 但是也抗拒不了 他们年纪大了 我也不可以不允许他们走 都说母亲是港湾 孩子是小船 小船终有一天要经历风霜 远航过海 深媒母亲的张博之也是无可奈何 但是在她的心里 只要孩子想要 都会接近可能地去满足 其实 娱乐圈中的单亲妈妈并不少见 但对孩子如此上心的却是居之可教 而张博之却是榜上有名 到底是为何 曾是女神的她会甘心地当三个孩子的单亲妈妈 九岁那年 张博之的父母在争吵中结束了这段岌岌可危的婚姻 离婚之后 张博之跟随母亲前往澳大利亚 看着母亲再婚 更是无暇照顾自己 所幸 张博之从澳大利亚飞回了香港 可是回到香港的她 也从未从父亲那里得到更多的爱 在母亲婚后 父亲也马不停蹄地寻找新的幸福 不仅如此 严苛的丈夫让张博之过早的成熟 自小便是家中的管家婆 照顾弟弟的功课 做晚饭 家里的一切都落到了她的头上 并且在环境的影响下 打架逃课成了张博之的家常便饭 而让她崩溃的不仅仅是贫苦的生活环境 还有不被父母理解 无人照料 自由生长的现状 看着眼前的一切 年少的张博之便在心里暗暗发誓 绝不让我的小孩过这样的生活 也因此 张博之在谈到当妈妈的新生时 他十分坦诚地说 觉得小孩是最好的 最单纯的 让我最开心的事情 他还说道 13岁我就想结婚生孩子了 对于他来说 当妈妈才能让生命更加完整 只不过那时还没有男友的他 对于未来的一切 只存在在想象中 因为眼下 事业占据了他人生的三分之二 17岁那年 已经在社会上打拼许久的张博之 被心探发现 拍起了广告 成了模特 面容讲好 身材高挑的他 靠着美美的照片 徘徊在娱乐圈的边缘 之后 又因无意之间拍到的红茶广告 而被周星驰一眼看中 随即登上了电影舞台 成为了戏剧之王的女主角 同样 从小缺失幸福的谢霆锋也是如此 就这样 频繁缺乏安全感的两人在爱情里面互相取暖 2006年 正值事业巅峰期的张博之不惜辞掉工作 生下了两人的第一个孩子 谢震锋 那时 张博之怀中抱着儿子 身后跟着谢霆锋 仿佛他才是最幸福的女人 两年之后 张博之顺利地生下了儿子 取名为谢震丹 原本幸福的一切 吐手可及 却偏偏被一张照片毁了 无法再继续走向幸福的两人 决定分手 为了让两个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 张博之带着他们定居新加坡 在新加坡 张博之暂停工作 对于他来说 家庭比事业更重要 这使他刻在骨子里的坚持 三个人的生活更加简单 他喜欢孩子 所以愿意为之付出 从来不活在别人眼光里的张博之 并不在乎别人怎么想 所以他从不觉得单亲是个问题 为人母之后 他逐渐理解了曾经的父母 对于他来说 结婚是为了幸福 离婚也是 所以如今单身的他 依旧是很阳光 很快乐 和三个孩子的生活 也是让他倍感知足 是了 在经历风浪之后 总有平和的人生 值得他去留恋 在前半生 他是别人心中的女神 后半生 他是三个孩子心中的天地 孩子的眼眸对于他来讲 才是最值得驻足的风景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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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